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意思是背着经条向对方请罪 表示 向人认错赔罪 在小学语文课文中 想必大家也学过 复经请罪的主人公 就是战国时期四大名将之一的连坡 战国时期的赵国也是人才积极 武将当中有连坡这样的名将 在文臣当中又有印象如这样的人才 在免吃之会结束后 赵王认为 印象如老苦功高就封他为上京 位在连坡之上 这件事让连坡非常的不服气 扬言要当面羞辱印象如 其实这也不怪连坡 他毕竟是一个武将 为国家难争为难 同样劳苦功高 心中要是没有傲气肯定是不可能的 不过对于连坡的言论 印象如却是竭力避免 不和他发生冲突 展开全文对于令象如的做法 他的门客十分不理解 于是 印象如解释道 我对连坡将军退让是把国家危难放在前面 把个人恩怨放在后面 所以 这才有了后来 连坡背着经条项 印象如请罪的一幕 因此不难看出 连坡的确是值得人敬佩的 他能屈能伸 知错能改 颇有大丈夫的风范 那么 大家又是否知道连坡晚年的结局是如何的呢 赵孝成王二十一年 赵孝成王却是 他的儿子赵道湘王继位 赵道湘王立马就解除了连坡的君子 连坡因为受到排挤 于是就投奔连坡 对于赵国的这个名将 魏王并不信任他 连坡也并没有受到重用 另外一边 赵国因为没有了连坡多次被秦军围困 这时 赵道湘王才想到任用连坡 不过赵王派出的使者 却被连坡的仇人贿怒了 使者回去之后 就回复赵王说连坡老了 就这样 连坡再也没有能够为赵国效力 其实 连坡虽然身在魏国 但是 他一直心系照顾 奈何 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的 无常 之后 楚王听说 连坡在魏国之后 就派人去迎接他入楚 让他担任楚将 不过 连坡担任楚将 也并未建立功劳 因此 年纪已经颇大的连坡 最终郁郁不得志 在楚国的树春去世 连坡去世之后没多久 赵国就被秦国灭亡了 不得不说 连坡作为一代名将 他这样的结局着实让人惋惜 连坡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